欢迎继续回到职场教老知有问必答的环节 这一节会有Jason和我们主持节目 现在我们先看看 恒指是最新做22,867点跌140点 跌幅是继续扩大 成交金额有377亿多 而挫期指数跌102点 22,715点 而职业期指是跌166点 是低水6点 做22,867点 看看大家的家庭观众 记得这一节都可以带来 电话号码是2046566 以及传email给我们 ask at bsgroup.com.hk 主持人会继续解答大家的问题 Q&A这个环节会直至12点半 现在先解答一下一个家庭观众的电话 另一位家庭观众你好 黎小姐 你好 想问哪一只 hostile6500 17.2个训练 入了之后 一直平均跌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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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跌跌跌跌 until once 才结完 不知不该还码得好些 Jason跌跌至何时才好 相比起来 нее17112 真的跌了很多 你怎樣看呢? 看到它的圖都好像不是太大的起色 沒錯,如果我們回到業務本身來說 其實也算是政策配合得到的 但是為什麼它的股價走勢也算是比較差呢? 因為始終國內是做風電行業 特別是做風力發電的設備來說 其實供應也有少許過剩的問題 這也會直接影響到定價的能力 也就是意味著就算訂單都好 但是它自己都不能夠以一個大幅加價 來轉價本身的成本上升的壓力 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對於它本身的毛利率應該都會繼續有一個受壓的現象 但是如果你看到它現在的股值來講 其實就一點都不貴 而且何況你看到它由今年 其實整體來講由今年的下半年 就是六月到現在 其實股價一直都是跑輸大肆 見到股價圖就知道了 如果你說純粹以一個股值的基本因素看的話 其實到這些位置就絕對不是貴的 但是你說它那個是盈利增長前景 可不可以跑得贏大市的話 我相信還是差一點點 所以如果你說本身在高位賣了 十七個多賣了的話 其實我建議都是等到現在這些位置有個反彈之後 就可以盡量地沽出一些去換馬 目前來說我會覺得去到大概十四元左右的這些位置 應該是有個叫初步是存定的形態出現了 但是它反彈的空間有多少呢 目前來說都不要看得太進取著 因為始終它由今年九月的高位 跌下來其實已經形成了一條叫下降通道 下降軌的 目前下降軌的阻力位已經是跌到去大概十五個二左右 意味著就算你說股價真的有反彈也好 都可能會受制於這條下降軌的阻力位之上 如果你說股價真的有機會上只剩十五元左右的話 其實我也建議可以盡量地去減持 或者是一套止蝕地去沽出 因為始終現在大市真的來有一輪新一輪的聲勢的時候 相信也還有很多股份可以是跑贏的大市 以及增長的潛力是可以好過六五百這隻股份的 黎小姐還有沒有問題想問Jason 我想問那次九三九 我七個七日入了 現在這幾天有時最低到六個九毫一 它有沒有可能會低於六個九以下的呢 七個七算是上一陣子炒起的一個高點的水位 怎樣做好呢 建康沒辦法了 始終它現在是受到中央那邊的政策困擾 一來就是說房地產的借貸問題上 它不能夠再好似之前那幾個月或者上年那樣 不斷地擴大它們的借貸 另外也是在說中央那邊的加息周期 都還是有機會可能是退遲一點點 即使你說你未來真的會加息都好 但是它的加息的步伐都未必說會很快的 那因為始終如果你說中央要控制通脹 它都是寧願用一些所謂的行政手段 包括限制你的貸款 還有就是說干預你的價格那樣的 就是這些手段去控制 那如果你說在中央銀行裡面 它又不加息 那就是說另外又要限制你的貸款的話 其實對於這些國內銀行股那個是基本因素 或者它的淨利息的收入 都會有些是重大的影響 那所以這個是整個基本面 已經沒有之前那幾個月那麼好 所以令到它股價有一個是下跌了 雖然你見到它現在的股值方面 講的PE都仍是十倍左右 已經不算說是貴 還有如果你說比較回到之前的歷史的平均數值來講 其實現在它的PE都仍是叫做便宜的 但是PE便宜其實有它的道理 就是剛剛講的那些基本因素 已經不是那麽好的問題 那所以如果你說健康的話 不是差得多的話 都可以是這些位置可以先拿著 就駁去接下來有個追落後 還有駁去接下來大市真的有個反彈的時候 這些權從故都可以跟回大市升 那但是如果你說要這些股份 可以跑贏大市 又或者可以在接下來這一年 可以有個很大幅度的升值的話 我相信機會都不是說太大 那因為始終現在中央的貨幣政策 已經由之前兩年不極度寬鬆 已經是轉為慢慢趨勤穩健 好的 我們就多謝黎小姐的電話 我們不如談談另外一些股份 我們談談金活醫藥編號1110 他就是剛剛上星期四上市的 超股價就是過六 看到這一刻在做三個兩豪六 正在今天已經升到接近一成 自從他上市之後 股價每天都這樣升 即是我猜也沒什麽人猜到 這個升風 你怎麽看金活呢 即是又再唱上市升高了 今天 沒錯 你看到他現在超股價過六 他今天已經升到上三個兩豪幾 即是港銀 整個數字已經升了一個零 為什麽這股份可以這麽厲害 大家就要留意 雖然他叫金活醫藥 但實際上在做的業務 又不是一些傳統的醫藥股 又或者是一些醫藥分銷的股份 亦即是港銀和國藥和聯邦制藥等等 那些股份其實都有一個很大的分別 那一些傳統的股份 你見到今天是跌的 最主要原因就是一些 所謂的在國內必須的醫藥的藥物等等 都可能要面對一個減價的風險 那但是這個金活的醫藥 所做的業務 都是說 賣一些 分銷一些 所謂的保健產品 而最大的產品 即是佔去收入最大來源的產品 就是川沛琵琶路 那可能大家都喝過這類的產品 就是指咳 和都幫你開聲 那樣的 那實際上這個產品 當然現在在國內方面 那個需求都算是大的 那說現在是 尤其是咳嗽這個普通的疾病 其實在國內來說 都算是幾普遍 那些人通常咳嗽 就未必說會真的去看醫生 去喝咳嗽藥水的 那通常就是貪方便 就可能在一間七十一 或者一間士多那裡 就買一支川沛琵琶路 去開一下聲 潤一下喉感就算的 那這個也是正正在解釋 為什麼這隻股份可以在短期之內 升了這麼多 那但是要留意 其實本身的 這間公司最大的風險 就是說 它的產品都叫做是幾 就是 不是說很獨特 和它的產品都叫做是幾單一 意味著就是說 如果你的川沛琵琶路 有些什麼需求下降等等的因素 影響著的話 其實對於這間公司 本身的盈利 都有個幾大的波動在那裡 還有你看到它那個是 就是客戶也都不是說十分之多 所以其實如果你說這些 這樣的位置 其實我都不是很建議再去追進去 那因為始終它 距離它的招股價都叫做幾高 而且本身的股值 去到這些位置都不是叫做便宜的 所以如果你說這些位置再要追的話 都要有個心理準備 如果要追的話 不妨都先擺一個止賊位 一旦跌穿是三個一的話 都可以先行離場 如果另外的角度說 如果之前是買下了 到現在都還未放的話 亦都可以擺回三個一這個止賊位 好 看到這個金末 其實是買些什麼 Kawai魚缸油丸 喇叭牌正路丸 和川迴琵琶哥 我相信這些貨品 都好像陪著我們香港人成長 會不會香港人看到這些品牌 不停地追入 還有我看到有新聞說 中國的醫藥會減他們的零售價 其實對今後會不會有些影響 照計減價的藥物 都是牽涉到醫院用的基本藥物 包括一些移到素的產品 可能你說一些生物那類的藥物 如果你說對於這些所謂的 街邊都可以賣得到的這些保健產品 相信影響未必會太大 好,謝謝Jason和我們聊天 我們現在又差不多時間要休息一會 廣告回來 Jason之後 都會繼續和大家聊天 記得快點帶電話來 電話號碼就是 204-6566 還有發電郵給我們 ask-bsgroup.com.hk 我們會即場解答大家的疑難 見到恆生指數跌121點 做228886點 成交金額有396億多 而即月期指跌163點 22871點 低水14點 成交量有35000多張 先休息一會 待會回來再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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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